德国宇航员在中国学习,人类从来都不会停举自己探索的脚步,当地球都被探索完以后,我们的目光就转上了太空,作为后来者,中国相对美人来说,起步和发展都相对落后,不过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,中国在这一方面,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。 近日,英国媒体发布一则《欧洲宇航员为何学习中文》的报道,引发了人们的猜测,在英国媒体近日的一次采访中,一名德国宇航员表示,他在去年就已经去中国进行了维基两周的训练,不论是训练内容还是中国的环境都相对令人难忘,特别是他们在帮助宇航员培养合作精神方面,中国做得非常彻底。 我们知道,中国目前,已经是进美、俄之后,世界第三的航线大国,随着美俄以及欧洲联合开发的国际空间站,即将完成历史使命。 中国在2022年即将完工启用的空间站,将成为进空中的唯一,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。 中国空间站效果图,目前中国已经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签署协议。 承诺正开放这个空间站,也就是说,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让宇航员上太空的国家,都可以通过联合国与中国取得联系。 经过中国集园和国评估后,他们将有可能进入太空学习研究。 这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个好事,那些计划发展宇航员的发展中国家,也可以由此得到极大的好处。 该名德国宇航员对英国媒体表示,欧洲空间局已经同中国在多方面进行了合作,甚至还将进入中国的模拟舱来进行训练。 有好几位航天员学习中文都超过三年了。 德国宇航员一直以来,中国都讲究海纳百川,在对国家及社会发展尤为重要的人才、技术领域,中国都下了很大一番功夫。 中国将与世界开发共享空间站,也已经和他国语航员一同试裂,都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。 前不久美国媒体开发文称,中国正在归谷挖掘技术人才,中国正向一个技术强国迈进,并且照着这个军事走下去,中国有可能将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。 同时,日媒也表示,中国的华为就让日本技术人才认识到,自己在日本吃多不值钱。 不仅仅是日美,韩国也表示既全投产业的高端技术人才,大批出走中国正日益严重,令其相当苦恼。 至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